來,我們來看一下 剛剛把那個外牆剖面圖講完了 我們現在要講一個東西 再來講那個 哇,開了這麼多 有時候 也不曉得在哪裡 對不起,這裡 然後 我找一下 P.P.T 做人做事要有良心 知不知道 要賺錢沒有關係,但是不要 不要 好,我們來看牆的那個 隔間 外牆的部分 來,這個圖面 來,我們看看 我看看,這都外牆 我要快一點,把這個講完 好 好,我們來看牆的介紹 來,我這邊要講快一點 好,那牆的介紹 其實牆才可以圍出空間 它是建築基本的構建 這是就設計的角度來看 它可以支撐地板跟天花板 其實 沒有柱也可以支撐地板跟天花板 好,像薄殼就沒有住 好,那建築物的立面的主體 是,好,所以早期在設計的牆是先出來的 那室內空間的違避跟隱蔽性 牆的功能是這樣 你看,這是分隔 這是聯繫 這是透通 穿透 牆有這樣的功能 好,然後牆的設置原則 它有配置的方式 就是,跟支撐形式有關係 跟結構形式有關係 好,那這個是台南藝術大學 他們的建築繁織廠 然後你可以看它的牆是用空心磚裡面包土 好,雖然土就看到很多缺點了 你看到沒有 下雨會帶走 但是它因為它有主體結構 不是土 它主體結構是RC 上面是鋼構 它只是在做一些嘗試的可能性 好不好 那牆的形狀分為直的 長方形的 彎曲的 有凹的 有凸的 凹的感覺 這是室內空間的感覺 凹牆有空間包覆感 凸牆是擴張感 你再看一下 這個東西什麼時候出現 好,這是一般 我們室內空間大概會做這樣 大部分 好,那這是一般的透天錯 這個是鳳山的城南砲台 它做凸的 將來第一個它有射角 第二個它做起來比較雄偉 看起來有一種侵略性的感覺 在軍事建築來講 這個要有震撼力 好,所以它有它的效果 好,這是古蹟喔 好,這是古蹟 好,你看這個砲台長這樣 好,好 那外牆就是室內跟戶外空間 它跟室外做一個空間的一個 一個特徵 決定了內外空間的特徵 然後它跟環境的區隔也有關係 好,那你看這就是 明知顯示樑柱 有的設計 外面就包玻璃而已 看到樑柱 好,那你看這個是高通展覽館 好,它就用玻璃做為外牆 好,那這叫圍幕牆 柯偷 好,一段一段做好 大樓裡面 尤其超高層大樓 全部用柯偷 有的兩樓三樓一起這樣 掉上去鎖螺栓 像剛剛那個金屬一樣 金屬欄桿一樣 那你看這都柯偷 這在台北板橋 好,亞東醫院 好,OK 那,你看這高雄三多路 這都柯偷 好,三多捷運站出來 有沒有 那這個是外牆最常看到的材質 RC 它做完就是這個樣子 RC牆拆完摩托柱 好,那這是用貨櫃屋 貨櫃屋的鋼板也可以做外牆 當然可以啊 好,只要隔開就可以 那牆面你看喔 有RC的有木座的輕隔間 通常木座輕隔間在室內 RC或磚可以做為室外 裝修、水泥、沙漿、油漆 壁布、壁紫、金屬、磁磚、石材 這個是我們最常看到的 好,裡面刷油漆也最常看到 有做玻璃,剛剛你看到了 好,那這個是 這不是玻璃喔 這是透明混凝土 混凝土可以透光 好,現在已經發展出來了 所以各位不要說 可不可能 好,那這個部分就是 你看牆 45度的部分 你有發覺 我們在蓋房子齁 在重要的部分會去鑽牆 防草的地方 這是RC牆 開口的部分45度 這個是混凝土施工 是要注意的 這是牆 那外牆要粉刷之前 會貼這個鋼啊 以前沒有做這個喔 現在都大鋼啊 為了直角為直角 轉角貼一個裝修四角條 然後 你看這個是在青海路 這在東域以前他們家對面 好 來 青海路這邊 我為什麼會拍這張 因為我來這邊買便當 好 那邊有一家便當店 好,這張貴罐 好 好 那他對面在裝修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 你看 現場在做的時候 這在 已經在拆架了 不合格 陰價拆價 好啦好啦好啦 OK 來齁 我偷拍的 就這一間 他在吊架 剛拍的這個部分 然後你可以看到 這樣子 這一個蠻貴的 蠻貴的 不要問我 我沒有在賣 那時候還沒有做好 以前的時候 好 那這一個就是 我說我最近在拍的 在高一附近 知道就好了啦 不要探討 那個不重要 我沒有要講一下 他對或不對的事情 好 那這個地方 來 我介紹一個 那剛剛是RC牆 這是專牆 專牆習慣上 他要吊耍 我不曉得 你們二年級的工程實習 有沒有上吊 專牆怎麼做 那今年二年級的 你們學弟 他們上的專牆 是我介紹的老師 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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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沒有 不要講學生 他指導的學生 在今年功課賽 拿到全國第一名 他是一個金牌教練 本來主任叫我帶專牆 我說我可以氣 但是氣起來不會那麼漂亮 我氣不漂亮 學生氣起來更不要講 我會氣 但是氣不準 差不多這樣而已 大概及格邊緣 不要講及格 及格邊緣 專牆的效果是什麼 你知道嗎 專牆現在在大樓裡面 他們不敢用 我等一下再分析給你聽 專牆在早期的時候 我要做廁所 我一定要用專牆 因為他防漏好 隔音好 在大樓裡面 但套題組換組 啊 專牆特別的專手 大樓因為有抗症的考量 要輕量化 專牆很重 瞭解這一點就好了 但是他很好用 瞭解他 有細寸鞋 有八寸鞋 八寸鞋跟著一B 四寸鞋跟著半B B才Brick 你知道就好 你要了解 你要做幹嘛 這專牆 一套一套都一千塊 一套都一套都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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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買十套 沒人要買你 價錢那麼高 一套就是一千塊 你買就要幾個一千塊 好 好 那專牆要調算 你有看到嗎 這是昆廷建設的一個案子 那他在林申路 他蓋了一棟 那時候也是我學生在那邊 我過去參觀 那拍照 你看 廁所有很多的管路間 我們耳後廁所 我們再跟各位介紹 你看他的吊線 有沒有 沒吊算做不到 做不到 做不到 我做不到 你看這格局這台 很好 我做不到 好 所以我不敢交 你看他 他算了到這裡 這麼多 他要訂天花板 大家要做什麼 了解 好 好 這廁所 你看廁所在管路 他用氣磚去打 好 了解一下 這一定一個熱水 一個冷水 有沒有看到 這排水 好 這就是廁所 好 好 那上面呢 開動的話 上面會有一個 水泥沙漿的預柱板 放上去 做 以前是氣瓶拱 現在都沒有這麼做 這樣比較好做 這塊跟這塊鑽的管道一樣 放下去就好了 好 了解嗎 好 啊 上面都沒有那麼不漂亮 上面都很香 很頭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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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了解嗎 這叫做鑽牆 他注意看 這都掉那個墨跡 現在粉刷麵到這裡 好 看清楚了 鑽牆 那這個是在台北土城 這一個公共建築 你看他用鑽牆做的圍牆 相當漂亮喔 他就用鑽這樣疊 這樣疊 疊45度 居然疊得可以做 採光通風 又可以隔絕 我覺得這個牆真的做得很漂亮 首尾的柱子用RC做 上面怎麼貼馬賽克 洗石 抿石子 抿完以後用氣磚 這個我覺得非常漂亮 我如果有一塊地要蓋圍牆 我可能會考慮這樣做 你看到 都透空的 好 這個我自己來疊就好 因為歪一點沒有關係 好 有沒有看到 這個牆我很喜歡 好 那氣磚想要注意 磚要先進水 好 那上方要沒涼 好 一天一米二 工地都沒有這樣做 如果三公尺的兩天做完 很有良心了 因為一米五 好 要養護三天 好 那外牆裝修我們看一下 第一個先粉刷 粉刷完 你可以看到 風吹日曬雨淋 有沒有看到 所以他要注意這些東西 這就這麼緊 用鋼釘定完 然後用什麼 專門放樣 粉刷到這條線上面 他們會看這條線 有沒有看到 RC也是 磚牆也是 好 粉刷完以後 第一個要調料 現在工地在調料 不會有 不會有泥水師傅來調料 因為這個調料 工的工錢 跟泥水師傅的工錢不一樣 所以習慣上 調料 專門調料 這個調料 調料完 你看如果一大樓 你專門把 在師傅要施做之前 先調料 調完料之後呢 攤好 攤好之後呢 磁磚掉上來 黏著劑掉上來 調完之後呢 半盒 現在都用半盒機了 以前是用鐵板 兩個人去敲 那個照片已經沒有了 以前都是有拍過那個照片 那最後你看 阿西牆也是 先 做出粉刷 然後呢 拍打 拍打 之後 以為要用頭割先量 先拍打 糖啊 地方有摺出來的 先鋼鳳水 然後 水泥沙漿粉底 有沒有看到 剛剛那掉的墨線粉底 粉完以後 刮平 看到齁 刮平完以後呢 再修 修到那個裝飾面 好 這是粉 粉瓶而已喔 有了粉光 這只有粉瓶 粗粗嘛 粉瓶 這粉光 兩個不一樣齁 以以後 用頭割粉 抹到油 其實正確是用1比3抹到均勻 但是現在都是草甲薄 好 這就是粉瓶 這是粉光 粉光表面摸起來滑滑的 這摸起來粗粗 這上面還會有貼瓶磚 做什麼 這個已經不做處理了 最後刷油漆 兩個做法不一樣 粉光還是粉瓶 要弄性光跟瓶不一樣 好 那這是烏塗層的部分 它是粉瓶 粉瓶之後呢 好 貼瓶瓶 瓶瓶有什麼印刷紋路的啦 有材質地磚的 壁磚的 通常地磚比較厚 壁磚比較薄 那 我不建議用目錄去選購 因為它有色差 尺寸有大小 這要特別去注意 那 這個就是 這其實看起來要實在 這是瓶 好 這是瓶瓶 那這個是馬賽克祥圖 好 各位看一下這個圖面 第一道是RC結構體 第二是水泥沙漿粉瓶 再來是黏貼層 再來是瓶瓶 最後是鉤瓶 好 我要各位畫這個圖面 好 我先講解它怎麼做囉 到時候我會把這個圖面整理出來 讓你去描圖 好 了解齁 這個大概通常是3到5 這粉底有時候是 兩 冷昏啊 6mm 看瓷磚的厚度 瓷磚有的厚度不到1公分 不等 所以這個部分 馬賽克祥圖 什麼叫馬賽克 這是食材 這是三型二丁掛 凸起來像三 三型二丁掛 還經過切割 它切一半喔 二丁掛是23乘以6 它切對半 有專門瓷磚切割公司 剛好有一間 高雄有一間叫千家 千家的那個 現在在主事的那個學生 他各個主場啦 那個學生剛好是 那個千家裡面負責的人 那他跟我講說 老師以後你要切的話 跟他講 他們公司的切割 只要排隊喔 你來都可以插隊 對我很禮貌 好 這是 國內常用的白馬瓷磚 大新白馬冠軍 山羊 現在瓷磚都很多樣式 你可以看到 這是某一間工 白馬算是中低價位 好你看粉瓶之後 下打墨線 打完墨線 什麼貼什麼瓷磚 放樣 然後這個是瓷磚的背勾 所以你畫作的時候 怎麼畫到背勾呢 這是背勾 那這個是 4595磚 那4595磚 它混不同的顏色 還蠻漂亮的 好 那上面你看貼這樣 這是素氣的感覺 好 然後你看 這個都是4595磚 你看上面這個叫素氣 以前氣磚的時候 注意看 對方 怎麼去做 瓷磚在做分割的時候 其實要先考慮好 不是隨便貼隨便切啊 所以這個是蠻細部的 貼瓷磚的時候 還有整瓶器 看到沒有 現在貼紙磚很進步了 還有雷射水準儀 浴室貼好的樣子 然後呢 好 這是屋頂通風 這是三型二丁掛 有沒有看到這邊平的 這邊凸起來 這邊平的 這是三型 從側面看這三型 三型是造成光影的立體感 你看一下 那這個是現在一般常看到 表面上有很多紋路 好 這種東西有缺點 因為灰塵積久了 如果是淺色 下雨天一下雨 那灰塵下來很難看 像女生的枯花臉的妝一樣 外牆會這樣 但是它平常陽光照片很漂亮 所以你要選擇這個瓷磚 你自己想一想 我個人 我要住的話 我不想用這個瓷磚 但是我要賣房子 我會用這個瓷磚 因為現代的人 看漂亮就好 好 你不能不銀河 那你看這個瓷磚 這就藝術感多了 這是高雄小城 這瓷磚喔 這不是石材喔 好 好 瓷磚 瓷磚 現在瓷磚比石材 做的還像石材 好 這都是瓷磚 好 來 就這一家 Gloria 在國內我常常看到這一家 來 歐和利亞 好 你看到裡面的瓷磚 好 那 瓷磚還可以做成這樣喔 好 所以瓷磚的花樣太多 這是金屬磚 這一家瓷磚 我有帶學生去參觀 齁 那時候我是在 我是在另外一所大學教的時候 帶他們建築系的學生 我以前教建築系他們施工圖 然後 他們圖面不太懂 所以我們去瓷磚公司參觀 比較沒有危險性 齁 你看到玻璃馬賽克等等 我們看一下齁 那這個你看馬賽克 馬賽克非常貴喔 不要輕易的用 不要輕易用馬賽克 除非你錢真的多到不是不像樣 預算不是問題 漂亮就好 但是漂亮的東西點綴一下就好 全身都別滿的鑽戒能看嗎 懂我意思齁 好這馬賽克喔 你可以做四狀 條狀 做馬賽克 其他用大量的便宜磚 貴的用一點點 人家覺得 喔這個很有價值感 你不要整片都用齁 手 開擠 這些雙下 你看馬賽克可以做成這樣子 這是馬賽克喔 像竹編的東西 所以這種東西變化到 你不能不能看到齁 大樓的馬賽克磚都很簡單 透天錯就複雜多了 齁 這小塊磚 方塊磚 後面有一個玻璃纖維網喔 齁 那馬賽克要注意喔 成本的掌控齁 成本的掌控齁 它很貴齁 吊片就要換 不要說自己補齁 齁 硬底工法 齁 好這就貼馬賽克 在粉瓶層 上面在抹頭哥 就是連結層 連結完 它大概一塊都是一尺建方 一尺 齁 有一塊布 有一塊紙 你貼上去之後 敲完之後 對完縫之後 最後用什麼 把那個紙撕下來 這就是馬賽克的施空方式 看到了嗎 齁 你看它都有打放墨線 有沒有 照墨線去放 有沒有看到 不能夠隨便貼喔 了解喔 好 那最後馬賽克最後底下部分再去補 這大樓的部分齁 好大樓很多都做馬賽克有沒有看到 那我剛剛講 窗台的部分要做蟹水坡 有沒有看到 做蟹水坡了 好 好 啊這個是更 更 花花的東西 你看 它把瓷磚編排出來做成圖案 用馬賽克 這相當貴喔 你要做藝術牆的時候可以這樣做 然後讓他們去編 編好之後 他要把它編好 然後把它做成一塊一塊一尺建方給你 這是訂做的 你可以去訂做 業主如果說錢不是問題 你就把它做得藝術一點 找一個漂亮的圖案去做 好不好 齁 這是那個 那時候去建材公司參謀 這是那時候我教的學生 他跟他們介紹 齁 那這間叫東慶建材行 以前開在九龍路跟高速公路旁邊齁 好 那再來介紹一些東西 你看一下齁 這是我們一般空心磚的做法 磚牆啦 貼石材啦 齁 那你看 石材的方式就是用灌漿的方式 現在都不灌漿齁 它第一個先石材整理後再把它固定 現在都要用螺栓鎖住 石材牆面 這一張非常重要 這張圖為什麼是這樣 齁 所以這張我也要你畫 齁 那我知道同學一定畫不完 但是我要求你能夠全部做到 我就講過我給你滿分 好不好 就這樣子 你做不到 我們就著讓講 好不好 齁 那 這個是石材裝修圖 我不會讓各位畫齁 說真的 石材裝修圖在做之前要先畫完 你看尺寸都有了 石材裝修圖 它裝修不是說按照那個施工圖 這不用畫 他們自己畫完來現場施作 你看它一塊都以前的你看 齁 然後它編號 你看那個外牆 齁 你看這一棟我剛剛講的 全棟完銷 全棟完銷 它已經賣完了齁 齁 你看石材這樣進進來之後 看到石材齁 石材進來以後 然後 這是要先做金屬架 防水都已經做好 這黑色是防水 為什麼要用黑色你知道嗎 因為齁 不是 因為你是黑色 我底下會有水泥漿打底 打底的顏色 一般防水層跟打底的水泥漿顏色灰色很像 萬一我打底以後 分辨不出來防水做了沒 所以我把它染成黑色 做黑色 這個防水做了 了解嗎 齁 那 你說得很好 對 所以盡量 照理講做完鐵架 這麼要補 還要補 還要補 對 這是誰做的 工地廚 沒辦法 你說防水還要來做 防水算黑色嗎 我來你 啊不然你要算 那一頂要算多少算面積喔 他給你秘密 我來跟你說 我做的一塊黑色 你給我做 你要補嗎 我可以補喔 所以這個部分有時候 簡單的自己買一個彈性水 你自己在那邊補喔 這個 這個 你這個就是有經驗了 所以就這樣 啊 貼這些金屬東西固定食材 所以食材現在是這樣做 然後食材做之前你看先切割 那個縫讓腳鋼進去 然後你看 它這是鎖腳鋼 有沒有看到 食材其實是這樣裝起來的啦 不然裡面是RC柱 裡面很少現在灌漿啦 所以食材多漂亮 對不對 剛才講到防水的很好 這很有概念喔 不然做起來怎麼做防水 是 你裡面不做以後漏水 很麻煩 這是博愛路金城銀行 現在已經蓋好很久了 這你看是做也是做金屬架固定它 裡面這個也是防水 這是陳津府的別墅 它的防水以前早期是這個顏色的防水 彈泥 彈泥現在有綠色的也有那個 以前早期做PU 有一劑兩劑 這很多種啦 好不好你看L型腳鋼 這邊是挖一個洞切進去 所以食材固定是這個樣子 各位了解看到沒有 都這樣固定 中間呢 用這個尖隔器調整它的尖隙 中間打激烈 好 有沒有看到 所以你看它也是要拉水線去做 中間有尖隙喔 這邊固定它去做 好 食材就是這樣做的 各位大概了解 所以 現在一般大樓 一樓到二樓 幾乎都用食材 為什麼 上去都用磁磚 因為人進了大樓 頭抬起來最多看到二樓三樓 你看美術館那一區 全部食材只貼到二樓三樓 然後頂樓就是貼 很便宜的磁磚 一樓的食材很貴 上面的磁磚 那價錢單價不一樣 好不好 這四座的情形 你看一下 好不好 這是大樓的梯廳 他們做的石板 你看 整塊的喔 那他還安裝 切好了安裝 都沒有接縫 好 我下次再看一下梯廳的情形 這是屬於外樓的部分 剩下五分鐘 來 我講一下那個 我再講一下輕隔間就好 其他不講太多了好不好 不影響各位休息的時間 輕隔間其實來講 就是內樓 早期用曹鋼加上這種叫做消音棉 防火棉 隔音棉都有 是這樣做 那現在大部分都用細磚蓋板 或石膏板 兩種 好 你清楚一下就好 好 這是早期的木頭做的隔間 這現在很少做了 那這是大樓的那個梯廳 大門拉比進來的中間 他其實內部 也不做粉刷了 也不做泥水了 就是輕隔間做一做 就完成了 那這個柱子要注意他繞釘的地方 要補強鐵片 才可以釘釘子 不然釘不到這個板就是空的 懂了齁 好 那這是很多的方式 隔音等級 防火等級 這不一定 看塞什麼東西進去 好 好 那這是玻璃棉 好 這什麼耐燃一級 這是日本的規定 我們這邊是夾椅 夾椅餅防火 好 那這就是 這是什麼樣 石膏板 好 也可以做在預測 現在很多公司 就以預測他也不用鑽牆了 可以看齁 你就看一下 你有個概念 我們看一下他的施工 好 施工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結構底拆完之後 他這個什麼 這是預測嘛 然後他有一些西形鋼的底座 槽鋼的底座先立起來 看到沒有 管線要先處理好 然後切割 裁切器 裁切完以後 主力上下 立柱放進去 好 主力好 水墊放樣 水墊放線 放下來 你不要等裝起來 裡面的管要流出來 線要流出來 水墊要配合施作 好 水墊配合施作 施作完之後 你看好 這是廁所的部分 好 然後 開始施工 把氣酸蓋板釘上去 好 有沒有看到 一片一片釘完 然後裡面的部分 你看 燈座 的燈具的位置 先繞好 不然會封板 這邊就不能做了 好 好 做好了 有沒有看到 你看水墊的部分都 安裝好了 門都弄好了 看到沒有 通常這個門的部分 給金格尖包 好 跟女門窗不同系統 好 你看到沒有 好 做完之後 門做好之後 好 這是他的沙漿 他中間不是田西一棉 是冠 這是保麗龍 這是沙漿 然後呢 半盒 做成親子混凝土 然後用這個壓送機 藉由電梯間的管道間 送到各房間 這是大樓的做法 好 這個壓縮機 然後在這個 親隔間牆裡面打洞 為什麼要打洞 灌一下 灌什麼 怎麼灌 這樣灌 你看到 齁 這些洞都打完了 灌到這個洞補出來 灌完了 那這灌過的 抹平 由下面慢慢往上灌 所以上面還有打洞 這個大概是人的高度1米5 樓層高度 這個樓層高度 這個樓層高度3米2 所以扣掉樑 這個大概1米4 1米5左右 這邊大概2米8到3米之間 所以這個大概1米5 1米5 合乎我們灌磚牆 磚牆是1米5一半 好 OK 這樣灌 灌完之後你看 乾了 在接縫的地方貼上玻璃纖維 玻璃纖維之後 這玻璃纖維喔 接縫會裂嘛 然後最後P2 P2完 最後才油漆 所以根本看不到 那個東西 另外有的建設公司是做白磚 白磚長這樣 它是ALC 青質混凝土 高溫高壓養護 全民是這樣 但是他們都叫白磚 它白色的 厚度10公分 剛剛那個牆也是10公分 這個厚度就10公分 怎麼疊 先騎門道 先把門框阻力固定好 然後白磚 白磚跟那個 輕隔間的差別是 它沒有輕隔間隔架 然後白磚就是用這個切割機 它非常的輕 它很輕 很多粉塵 很多粉塵 很好 你知道好內行喔 它有黏著劑 兩隻 然後呢 套好 這兩隻 然後就這樣疊 一塊一塊疊上去 10公分厚度 疊好 一直疊上去 這叫白磚 因為它輕 我講過大樓要輕量化 可以耐震 輕 這叫白磚的疊法 有錯白磚 白磚的錢怎麼算要問 我不知道了 這個照片大概是五年前的照片 我那時候跟工地拍的 那時候問價錢 他們不太願意談 他們有 他們那個我也不想問 因為你問到價錢 不是你買的價錢 蛤 材質就是 材質就是 輕質混凝土 它用工廠做出來的 喔 它是混凝土 它不是死 它是很輕 很好切 用那個切割器不切開了 像保麗龍 不是 它不會像保麗龍 這個拳頭揍下去 不會貓累 好不好 保麗龍一揍就完了 好不好 它是高溫高壓養護的混凝土 它是高溫高壓養護的混凝土 啊 很好切 主要是輕量 你看它最後地方就用石膏把它佈上去 不會不會 輕 大樓隔間就好 隔戶就是你隔壁那一戶怎麼炒 這一戶就是我們家的人 你怎麼炒 叫他小聲一點 懂嗎 這叫隔間牆 因為它輕 你看它隔間圓 氣圓是這樣 水墊呢 用切割機切開 放管路 所以這個跟剛剛那個不一樣喔 所以現在大樓做好就這兩派 讓你看一下 這兩派 好不好 木隔間的部分就是裝修了 我就不談了好不好 有興趣 我瞬解到你看 這是裝修 木隔間現在用在裝潢 我們裝潢的喔 你結構到這裡 有一下大樓賣毛黑屋 你就自己用裝潢 其實你也可以用輕隔間 但是輕隔間你做在個人不划算 那整批在做 好不好 那木鑫板啊 塑荷板 現在什麼系統家具是塑荷板 那木鑫板跟塑荷板好不好 這個就看你的 理論上木鑫板會比塑荷板來的好 耐用 但是它甲醛含量高 你懂這樣 這就是塑荷板 好不好 好啦好多東西啦 想給各位看 就這樣了吧 好不好 如果有機會 我們再來談這支木隔間的做法 也是有一些 我們叫水瓶金 直金 錘子的金 鋼金的金 你看木板就這樣 也有在做 那我們當一個工地主任 其實這個都要會看 看得懂怎麼做 這才重要 你看西鑫荷板前面也有翔圖 所以我說圖怎麼來的 是怎麼做的 不是在畫這個圖而已 將來我也不一定你要畫這個圖 你看得懂 這做西鑫 這西鑫材料 這是一個像那S1算 這是西鑫材料 你懂 西鑫材料這樣在玩的 裡面有 鋼仔 這個像跟這個像兩個方向的腳材 那裡面還有木螺釘進去 有的釘鋼釘 有的舌鋼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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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一下 你看這在柏二 他用廢棄的木材做藝術裡面的裝飾 這個有時候做起來 也不好做喔 你不要有的隨便釘了喔 好不好 那好 再提這個 這是某一間寺廟要的板材 這是幼木 這樣子 當時的單價是以百萬劑 如果你不懂是百萬喔 這百萬劑的 後來看一看整根都是石木 他現在從緬甸進口 這在台南永康工業區裡面 我去參觀的時候 他講 他那個工廠裡面養了七隻犬 狗 晚上就狗都放出來了 那個狗只要聞到 可以把你的手被咬掉的那種狗 那好可惜這都是很多錢的 懂這個就懂了 這坐在寺院裡面做那個什麼鐘樓 那個塔樓的東西 哇這個很精彩 你看這個氣口木牆面 所以這是石木氣口版 所以你要懂氣口是這樣的原因 好不好 那其他沒有什麼時間跟各位講 那各位就自己參照 好 再交代一個 對不起再交代一個 塗料 塗料 我講一下就好 注意甲全含量 盡量原色漆 不要調的 原色漆 然後要對光 人工對光 因為做起來不一樣 所以一定要有以前 要跟人家對光 對完以後再做 工地指紋就要對 這個顏色是不是要有了 OK 好 那這個是Pompressor 這大樓地下室 他把Pompressor做到地下室 然後從這邊 藉由管道間 把壓力送上去 然後用噴塗 先補塗 劈頭 劈料用噴的 先補第一次 這第一次 先補料 最後現場 劈塗在劈塗的 現場有些劈塗的東西 這個他們才要不一定 這是油漆的部分 用濃劑 然後你看這也是劈塗 在梯間劈塗 最後你看劈塗完了 房間 劈塗完是這樣 才噴漆 噴完之後 最後做修塗 跟瓷磚面 他要貼膠帶 油漆 做手工去補 手工補完之後 用這個Pompressor 這小袋 抹掉牆面完成 下巴去 踢腳的部分 要做 有的上漆 有的不做 有的是上漆做一做 有的說 你們要裝潢 後面再去做 有的用死木 這就是 木製 剛剛講的清格 木製就用油漆 其他是皮頭 把它抹平 再油第二道 剛噴完以後 可能用手工去油 或噴漆 不一定 不等 這是油漆表 那避止避布 這個就是裝修的部分 再說 好不好 好吧 那這個部分就跟各位 講完了 好吧 那今天就上到這邊 OK 回去記得 好 回去記得